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当韩国和越南废除汉字以后,过春节的时候还写春联吗?怎么写春联? 过年的时候,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,同时也是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民俗,那么在越南和韩国被除汉字以后,他们是如何书写春联的呢?是否还在用汉字来书写春联呢? 今天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,我们先来说,一说春联的起源,新年贴春联的习俗,起源于中国的宋朝,春联是一春铁,陶福与颜祥诗,相互影响之下的产物,我们先来说一说,什么是一春铁,陶福与颜祥诗,写春联必须要有纸,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克制,最早的纸出现于西汉的初期,东汉的蔡伦改良了造纸术, 纸刚刚发明的时候,是非常贵重的书写材料,并不常用,直到北京南北朝时期,纸作为书写材料才普及开来,天宫开悟里记载的造纸程序之一,在纸普及开来以前,民间在过年的时候,喜欢在陶木板上画上神图,玉雷二神,用来驱鬼亚邪,为知陶福,为什么要在陶木板上画上神图,玉雷二神呢? 像传在东海杜硕山,有一棵大陶树,陶树之下有主管万鬼的神图,和玉雷两位神仙,假如遇到了作祟的鬼,神图,玉雷二神会,用猥琐,把鬼绑起来为老虎,此外陶木在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中也有压邪的功能,后来,人们喜欢在陶福上,写上一些吉祥的语句, 这就是迎联的雏形,五代时期,后属皇帝梦常在陶福,写上了新年纳雨庆,假节号长春的吉祥语,这就是最早的春联,一春帖,语言详诗,也是春联的两个起源,南北朝之际,出现了一春帖,立春的那一天,人们把写有一春二字的字帖贴在门上,称为一春帖,今天的春条,横批, 有很可能救援于一春帖,北宋的时候,朝廷要求汉林院的文人,在立春时,写帖子词进献给皇帝,张贴于皇宫的宫门之上,为之言详诗,言详诗的内容十分的广泛,有歌功颂得的,还有写景的,当然有些大臣会借此机会,写上几句劝谏的诗句,春联是一春帖,陶福于言详诗,相互影响之下的产物,北宋之时, 正式形成了贴春联的习俗,王安时有千文万户同同日,总把新陶幻旧服的诗句,春联因朱元璋的提唱,而普及了开来,时至今日,在过春节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要张贴春联,贴春联的习俗还传播到了朝鲜半岛,日本列岛,琉球群岛和越南等地,今天的日本,韩国,越南都有贴春联的习俗,不过,与中国的春联略略有一些 不同,日本人喜欢在新年和立春的时候贴春联,立春的时候贴的春联,称为立春闸,经常会写上立春大吉,镇绑果竹的话语,立春闸一般都是用白纸书写的,新年贴的春联,一般被称为正月闸,正月闸一般都是用彩色的纸书写的,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, 韩国人一般在立春的时候贴春联,而不是在农历新年的,后贴春联,称为立春书,立春帖,立春注和立春榜,韩国人的立春榜,韩国在被除汉字以后,会写汉字的人已经很少了,会创世对联的人就更少了,所以韩国的立春帖,一般都是有文化的老人书写的, 并且上面写的话语都比较的固定,传统,没有多少新的发挥,常常会写上立春大吉,建阳多庆,国泰民安,家伎人族的话语,立春大吉,建阳多庆大概是在立春帖中,所见到的最普遍的字句,越南的春联和中国的春联一样,都是在春节的时候张贴的,那么,越南人在被除了汉字以后,怎么书写春联呢? 书写汉字对联,在越南是一种职业,被称为图翁,到了临近春节的时候,年于花甲的老翁会在街上摆上摊位,专门替人书写汉字春联,20世纪60年代以前,越南的图翁,不过,在越南废除汉字以后,还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春联,那就是用国语罗马字书写的春联,换句话说,越南人会用字母来书写春联。